外國元首,我們可以一起進去 如果去到內地述職 有時跟領導人見面 眼界看得很闊,層次都很高 過去十年,其實都是做和土地規劃有關的事 在這方面,其實就有了一些認識 但不敢說認識了 都是有了認識 但你還未到年齡退休 為何肯接受這個挑戰 其實也不是相差很遠 我還有一年多就退休 本來我的先生和女兒,不知為何 這麼多年來都是鞭策我的 你應該要做好一點 你今天出來回答題目,回答得不好 麻煩你下次回答好一點 他們就是這樣的人 各位朋友 今集和我們一起探討香港機遇的嘉賓 是根覺不讓鬚眉 在1989年 加入政府做政務官 現任發展局局長 凌漢豪小姐 Granadee 你好 你好 Steven 我認識你父母都幾十年了 幾十年不要說了 當然知道你是一個 很愉快的家庭成長 可不可以說一下你成長的環境是怎樣的 我是幸福的一個來的 由小到大一開始 我想都是在一個中藤的家庭 家人 爸爸媽媽又對我們給我們很多的自由 我們也是一個有信仰的家庭 所以從小到大都是在一個很和羞的氛圍之下去長大 我小時候也和我外公外婆同住 我外公外婆 是大家庭 對 和我的關係很好 當然他們兩位現在都不在 但是我從小到處的人 給我的榜樣 就是一個慈祥的榜樣 你現在都很慈祥 你剛才說宗教 你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不敢說虔誠 我是天主教徒 虔誠的教徒 那對你的影響又怎樣呢 宗教 影響是很大 基本就是整個人 都是跟信仰很有關係 我想因為我的信仰 令我個人會平和一些 還有我看東西是很正面的 我不會從負面的角度看事情 是解決問題 怎樣處理它 就算是困難 失敗都有它正面的 是 你的靈字比較少見 可不可以說說你的根是甚麼 首先 有機會介紹一下靈字 是的 這個字是靈靜的靈 古字 很有趣 你試想一下一個小棚頭 就是一間屋 然後用心去做事 或者想事情 那就很寧靜 我是廣西人 廣西 是的 你的名字 漢豪 很男性化 有甚麼特別的意思呢 這個是我沒有選擇的 我自己有一個哥哥 可是我爺爺改名的時候 加上同堂兄弟姊妹 一起轉 漢字排 然後 宸 英豪,豪就是我了 排到你,男女也是豪 沒錯 你是全理系畢業的 為何你在1989年 你又考入政府做政務官呢 我其實讀完全理系之後 我在公關顧問公司做了一年 因為讀全理,做公關顧問也很合適 很順理成章 但那一年我發覺為何我總是幫很多賺錢的公司 做廣告、食品展 其實好像幫他們再賺多一點的錢 我覺得好像意思不是太大 當時我有朋友已經在政府做事 我看到他們做的工作,我覺得有意思一點 那就自己考政務官 那就考到,一定是聰明女 你知道政府官真的很難得 你是做過很多不同的崗位 在2010年,你就做行政長官的私人秘書 究竟是做甚麼的?這個崗位 當時的行政長官就是曾蔭權先生 我恩師 其實做私人秘書主要是公務方面 幫行政長官看完他要看的文件 和安排一些會議 和一些活動 去出訪的活動 或者同行開會 幫他準備妥當他需要的資料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崗位 即是企的層面很高 看到很多東西 沒錯,可以看的東西真的很寬 有時出訪時,外國元首 我們又可以一起進去 如果去到內地述職 有時跟領導人見面 我們有時也會有機會進去 我覺得對我們是一個很康眼界 眼界看得很闊 層次都很穀 而且學會做事要很謹慎 在那些位置有很多東西不能錯 可以的,要小心 事前準備功夫是要很足的 當然有很多政府裏面 不同局的同事幫忙 因為我們的資料 都是來自不同政策局 交給我們的 看了就準備好行政長官出場 可以說一下 你由一個公務員 很穩定的工作 為甚麼你願意 轉進去做一個問責局局長 做了公務員很多年 亦都是過去十年 其實都是做和土地規劃有關的事 先五年做地政總署的署長 後五年做發展局的 負責規劃地政的常任秘書長 過去十年 在這方面其實就有了一些認識 但不敢說認識了 一定好心 但你又未到年齡退休 為甚麼肯接受這個挑戰 其實都不是差很遠 我還有年紀就退休了 本來 樣子這麼年輕 但我覺得有時你越知道一件事 越認識它多 有時開始你覺得有些事你都想發揮一下 再做多些去幫到手 為社會服務 因為這個範疇要浸 我自己覺得 所以當時有機會讓我當局長 我唯一當時的考慮是甚麼呢 我能否承受到壓力 因為這個是我最大的問題 非常之大 還有我能否承受到 在大家的攝影鏡頭之下 因為我平日是一個低調的人 如果是一個公務員 即使是比較高層的公務員 都比較是幕後 但如果是局長 就多了要走向幕前 要面對群眾 我是一個害群的人 我自己做不做得到呢 還有能否承受到壓力呢 但後來想了這兩個問題 又跟家人商量 跟我先生、跟我女兒商量 他們兩個又是很特別的人 我都要講講 通常如果媽媽或太太回到去 我會猜 其實一般就勸你 不要做了 休息一下 很辛苦 是吧 但我先生跟我女兒不知為何 這麼多年來都是鞭策我的 我經常都笑他們 經常都說 你有工作就好 你有工作就好 你應該要做好一點 你今天出來答題目 答得不好 可以繼續改進 答好一點 他們就是這樣的人 變成他們又鞭策一下 又鼓勵一下 我又覺得加上我的信仰 必然都頂住來 試一下 出一分力 看看自己盡量做好它 這樣 我相信他們是有 很大的公民意識 想你為我們香港社會做多點事 他們公民意識是重的 是的 家國情懷也都很重 你現在就是發展局局長 土地問題一直都是香港的深層子 關注的焦點 會不會有很大的挑戰 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實在要做地 不是一下子 突然間會由沒有生土地出來 所以都是要時間做規劃 但現在我們都很講求速度 提速 亦都要加快的速度 但我們做地又影響很多人 有時在地又有些人受我們遷冊影響 還有就算沒有受遷冊影響的人 不同社區的居民 對於我們在他們門前要做發展 又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最好在其他地方 所以每一件事都要處理 是 在這麼困難的崗位 你怎樣計劃的未來 還有你有什麼辦法去解決未來的土地問題 我覺得目標最重要是清晰 有了目標 事件遇難題 你都知道 你不要走歪 向目標 所以 今屆行政長官給了我們 其實是一個很清晰的目標 我經常都說就是那四個提字 提量 提速 提效 提質 有了這些目標 我想 有時候中間的確出現一些知節 我們都懂得走正 是 很清晰的目標 遇到任何問題的解決 都是以市民廣大的利益為依歸 是嗎 是 一定 我有出席你的婚禮 現在說說也很久了 你的女兒也很大了 在她的成長過程之中 你又這麼忙 你和你先生怎樣分擔培育她 我幾忙都好 跟女兒一起 跟她聊天 是從小到大 我都很重視一個環節 是 我和女兒的關係是很好 好像兩姐妹一樣 這個我很自豪 只是可以交心 是 有時候譬如舉個例 我出席一些立法會的會議 她知道我很緊張 我會收到她的短訊 不要怕 有時候我會晚上和她交流 變成大家是很好 我自己覺得聊天是很重要 還有我也有一件事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可以玩得很瘋的 跟女兒一起的時候 OK 所以對著外面可能要很嚴肅 但是回到家對著女兒 有時候的確要跟她一起瘋 才可以打成一片 真的很好 你媽媽有沒有跟你的女兒打成一片 有 你也知道我媽媽 都是一個活潑可愛的 很美女 所以都是一個很開心的婆婆 是的 你的工作這麼繁重 你怎樣去舒緩你的壓力 我舒緩壓力 我用一些很低層次的方法 就是逛街 Shopping Shopping 還有跟女兒看電視的綜藝節目 哦 那大家有沒有說一下 節目的內容 有沒有一起比試一下答案 會的 有時候總之一邊看電視 一邊嘻嘻嘻 那這些年輕人 你覺得會比你 在那方面更加 就是到底呢 絕對是 很多時候我被女兒笑 我不會有內心 其實都是靠跟她一起看電視 或者去那些音樂會 演唱會 她把我拉近一點 現在的時代究竟是做些甚麼 這個非常之好 在女性的政務官 是相對比較少的 對你的工作有沒有甚麼影響呢 其實我又覺得 我們在政府上 女性雖然相對是少 但是比起很多海外的城市 在政府裡面的機關 都算是多的 其實男女都很平等 當然如果我作為女士 有時候男士那些 同業界那些應酬等等 我想自然 不是我拒絕別人 而是別人自然 好像少一些 會有很大的要求 不會叫你很多活動 未必一定 喝酒 那些 那就不用應酬她們 但是也有女性的溫柔 內由外光 去跟她們交流 是的 盡量希望是這樣的 剛才你說了 跟女兒的關係 最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怎樣 或者你有甚麼建議 給香港的年輕人 或者這也是我給女兒的建議 因為她都是年輕人 我會鼓勵她們多些 有包容的心態 包容周圍的人 和亦都包容自己 有時候年輕人猛疹 很容易猛疹 我覺得她們是包容不了外面 覺得別人負我了 那她就很不高興 又或者有時候對自己很不滿意 她不包容自己 她又是會猛疹 又有些負面的情緒 所以我覺得 氣量包容周圍 包容自己 總之不要怕失敗 不要怕有不如意的地方 想想自己有甚麼可以做好一點 其實已經是很好 很足夠的了 OK 多謝你Bernadette 希望你能夠繼續 為香港的土地問題 不斷地尋找發展方案 和我們一起建設一個美好的香港 多謝 多謝